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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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手錶的活動跟錶展 其實都已經取消掉或是延期了 那今年我真的覺得也是蠻可惜的 我是入行大概第二年 那去年我是沒有去巴塞爾跟日內瓦錶展 到今年還是沒有機會可以去到瑞士走走 真的是還蠻可惜的 但是總編輯也不希望我們一直悶在工作室 所以這支影片的執行決定安排一個小旅行 然後讓我的工作夥伴一人挑一支遇風錶 帶著他到處走走 那我們出發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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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Kenny 我這次是來到了宜蘭 剛剛也去烏石港走跳了一下 也順道來到了這個羅東的永達鐘錶 那我們也同時邀請到了店長James 可以先來幫我們介紹一下永達鐘錶這間錶店嗎? 我們是大概在1965年開始 到我這一代算是第三代的傳承 目前我們金尼錶的價位從中價位開始 已經有慢慢再往更高單件的價位去延伸 我們目前也是希望說可以提供給錶友 或是對手錶有興趣的朋友們有更多的選擇 還有服務 那我們剛才提到我們有帶一支錶 來做我們的一個小旅行 那我手上這個就是玉峰錶 也是你們店上有在賣的一個品牌嗎? 對!以玉峰錶來說 它歷史的悠久是不在話下 但是在比如說目前市場上 比較熱門的錶款大多都是運動的錶款 運動錶款來說最熱門的一定才是錢水錶 大家都很喜歡錢水錶 對!錢水錶 對!那比如說有些錢水錶會講究它的潛水的深度 還有它的那個材質 比如說陶瓷錶圈 或是錶殼的材質 但是在玉峰 比如說它呈現給消費者有很多的面貌 比如說它有整形的錶殼 再來就是它的Logo 一定都是正向的 因為它是有螺絲鎖上去 螺絲鎖後鎖 對!所以它底蓋鎖緊之後 它的Logo還是都保持正向的 這些小細節 就像你剛剛說的 每家品牌它們都有出潛水錶 有很多都主打一些CP值 漸漸每一隻都帶來陶瓷圈 然後拉長一些動力儲存等等的 那玉峰錶在這些品牌裡面 算是比較獨處一格 從它的錶殼嘛 然後到它的配色其實 都有很豐富的一些 就符合目前 可能是我們年輕人的需求 比如說它可能修行活動 它有登山或是潛水的 但是它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佩戴 它可以更換一個錶帶 像這樣版布袋 那比如說它可能是 比如說去潛水或是沖浪 完之後它可以更換一個比較輕鬆的錶帶 對 貼近它的生活休閒這樣子 像這個就是膠帶 就是防水性的 其實像這樣的小旅行 跟同事這樣子出去走走 順便逛一下當地的錶店 跟店長還有老闆聊聊天 感覺真的是還不錯 不然活動變那麼少 整天悶在工作室 也都快被悶壞了 那我今天挑的是這一支 剛剛在影片裡面有出現到的 是御風44mm Rider系列的D-Blue錶款 那它同時也有41mm的 比較小的一個版本 防水一樣是300公尺 可以給一些手圍比較小 或是不喜歡帶大錶的人去佩戴 那在這一整天的追趕跑跳碰 防水耐衝擊當然是不用去擔心 畢竟幾十年來Rider系列的工業設計 就是針對很多惡劣的環境去做開發 所以除了結構的耐用性 然後一讀清晰的夜光時標 夜光時針 特色的十四邊形錶圈之外 在很多其他的款式 還可以看到很多機械式的環境資訊顯示 像是機械式的高度計 氣壓顯示跟深度計等等 但是就今天我帶的這支錶 它給我的感覺 反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性能 還有功能 或是結構強度什麼的 我戴在手上 除了給我安全感之外 它的外型 還是我第一個會去注意到的 因為它有別於其他潛水錶的設計 只是邊形的錶圈 陽極氧化驢的潛水圈 然後一點點橘色的點綴 除了有延續60年代Deep Blue的經典設計 同時多樣性的配色 還有各種不一樣的錶殼尺寸的選擇 可以說讓我的日常穿搭 有更多的豐富性 好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 如果想了解更多表談心訊 歡迎訂閱月時工作室 我是Kenny 我們下次再見